耶好的 野獸乾杯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現在要來進行一個 從12牆第一個被我們打敗的國家 移動到最後一個被我們打敗的國家的動作 那我們現在人在大球的機場 好啦 我們待會兒菜裡面再見 這一集的公民主義會非常混亂 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讓日本吃鍋貼 這次預賽的時候大家反正都很不看好 因為昨天晚上我在看那個 艾爾達全民道歉大會 28人名單出來的時候 大家不知道在網路上罵說 這什麼狗屁名單 對 現在大家都得上去道歉啦 但我們本節目秉持了一貫的專業 我們從一開始就很看好 但我覺得有點好過頭了 我覺得其實有幾個點是大家可以觀察的 就是說12牆過來 我們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我們有辦法打 全能打 以前球 全部都滾地球大家有印象嗎 各位老球迷們 以前的球我們只要打出去 除了曾經鋒上來之外 剩下的球幾乎都是滾地球 那一打平飛就偷笑了 然後就一直變三陣 然後如果先發投手下去的時候 我們的牛棚就整個毀了嘛 其實我記得大家遇上的時候 大家就會發現 我們牛棚變穩了 第一場我記得在熱熱熱的時候 大家看到張藝上來 現場就這樣 啊 這樣 但四十色名 張藝在12牆的時候 12牆是最強的 然後這次當然 像黃子鵬先發 然後像林玉銘也先發 郭俊林也先發 對 陳柏青 對 特別感謝陳柏青 對 先發 一年有想像後有一天 我們隊日本 我們第一局都掉了4分 我們最後可以追6分回來嗎 對 就不一樣 我覺得整個都不一樣 然後光是手背啊什麼專注度 全部都不一樣 而且這次最棒的是 這次甚至是 幾乎是全中正的嘛 雖然有林家鎮 雖然有林玉銘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 應該要給大家 更多一點掌聲啦 現在時間是 大概中午嘛 台灣隊應該是在5點的時候 離開東京 所以剛好在這邊 跟他們命運交會 然後這次 日本網友很酷 因為這次我們 希望做的是林玉銘嘛 林玉銘就是一個 全身包守 大家以為他只有包守嘛 沒有 他連腳都有 然後聽說他是整隻腳 然後大家在吃檳榔 然後大家在把他高中的時候 投球喊叫的影片抓出來嘛 其實那場 那個場是因為 對手先嗆他 所以他刪陣他之後 他現在還在嗆回去 我覺得投手很棒啊 就很美思的 日本人從來沒有看過 這類型的投手 我覺得很棒啊 也該讓他們看看 不一樣的投手 這世界不是只有一種嘛 你看沒穿內衣 吃檳榔 全身都刺青 對日本根本不可能 都有這樣的投手嘛 大家都乖乖的 那乖乖的 沒有意義啊 沒有意義 打棒球乖乖的幹嘛 像積極到全打出去之後 慶祝動作很大 我覺得也都很棒啊 然後這次當然 大家都像潘杰凱 或者有出來的 大家都說把台灣 把台灣放在自己的頭上 就是展現出自己的特色 我們台灣又不一樣的特色 哎呦 Welcome to Japan Welcome to Japan Welcome to Japan 而且這次我們的冠軍賽很酷 除了林玉銘之外 當然林玉銘是一個怪頭嘛 不是典型的投手 或是大家熟悉的 溫良公解量的棒球選手 然後同時我們也有 張宇跟陳萬宇的兩個是 從日本職棒回台灣 一開始被大家 被大家消的要命 說你們混不下去 才會回台灣這樣 當然網路算命很多啦 好啦 我要先去追海關了 待會再聊 出境啦 現在到日本啦 現在來到了亞軍的國度 這次的 因為比賽太精彩 然後 因為我們也曾經很好 因為台灣的國球是贏球嘛 所以 這樣也吸引了很多 各種圈子的人 都來 趁這個比賽 政治圈的 體育圈的 YT的 平常不知道在做什麼的 日本旅遊的 寫很多勵志文章的 各種各種圈子的 都來 趁這個比賽 但我覺得這次的 比賽真的是讓 全國上下都擰聚了 一個向心力啦 感謝我們的 曾豪姬龍貓教練 雖然被叫龍瓜叫了一輩子 這次終於洗白了 終於洗白了 讓很多人 那個學到 棒球不是只有數據 對你要先懂棒球 數據才有意義 好啦 我們現在剛出來 沉淀機場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來去吃個東西 也該讓日本吃吃鍋貼啦 待會再聊 Yeah 所以說到數據 你也不得不欽佩這次的禽獸 感謝陳鳳 感謝陳鳳 然後大家都很了解這次的狀況 所以有發生一些小插曲啦 這些小插曲 都是變成之後 大家回憶的時候 會可以提起來的事情 比方說 今天那個我們的 菇重量 當協理事長 在奪冠之後 對馬上澄清說 他並沒有說中華隊打擊三流 因為他很懂棒球 對 但沒關係啦 政治人物嘛 政治人物嘛 如果你說錯了 說錯了沒關係 馬上否認 丟錢丟出來 對 謝謝菇總 謝謝菇總 然後馬上丟到好像7千萬嘛 對 加碼嘛 然後說現在 縣市長都在加碼 講完說 射擊台北市的職棒球員 結果沒有人射擊台北市 然後那個 楊介 我們的成績楊介 其實他基地隊友的方式 跟大谷不一樣 他叫大谷說 我們不要再仰望他們了 拼了 我們好好的拼一場吧 他不是 他說 我是來自未來人 我們已經贏了 所以大家加油吧 我們已經贏了 這樣 然後被幹爆 記者還問他說 那如果輸球的話 那要怎麼辦 他說輸球 我就要轉輪投手 對 結果又被幹爆 因為當天被玩瘋 所以 就是這樣啦 但是感覺是很有趣 我的棒球就是這麼有趣 對 然後有一些插曲就是特別棒的 我們現在人來到餃子的王將 讓日本人常常 什麼叫做鍋貼的滋味 我也常常 日本的鍋貼的滋味 謝謝 我覺得也歡迎一杯 也是我們這種 周翔國種 黃志軒 還有陳克藝的專訪 對 今天我們非常精彩 然後又會投我們的冠軍 鮮明 前天的功能 就在這邊告一段落啦 因為我們用 鍋貼 來進日本隊 一杯 炸出色 哦 好 大家好 今天特別在秀賽季 我們邀請到了 志軒還有柯翼來參加 野球干一杯 先乾杯 先乾杯 耶耶耶 慶祝一下 那今天是 今天我們錄影日期 就是頒獎典禮當天 所以那個志軒 今天要換西裝 對 要看一下 要試穿一下 比照頒獎 有有有 有中继王的感觉 柯一是贴身助理 待会穿 去年两个都有去大雅观赛 对 你第一次陆选有过手吗 第一次 以前我没有 你我们 以前都没有 感觉好吗 因为两个都是重要的比赛 柯一是对澳洲 对对澳洲 出发前 其实我想说我们都很年轻 会不会投不完 投手不够用这样 去年的全部都很年轻 对因为他是24岁以下的 结果还信啊 你知道七局无私分吗 对对就其实蛮出无意料 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那志宣呢 志宣那时候是 韩国跟日本 两个都有上场 你的感觉 因为你上去的时候 通常就是情况很糟糕 才叫你 一定是累赛有人 对不对 累赛没人 不会叫你上来 上去不会紧张 重点是牛棚很紧张 炸紧张 你说你们那一区吗 牛棚就开始紧张 因为开始胡思万想说 完蛋我那会不会丢不好 然后又有很多人 然后对日本最多人 然后刚好对佐藤惠敏 然后上去丢 哇怎么 昨后面那年拿半军 嗯 我就看起来 哦 状况很好欸 那个 很紧 然后就感觉就很快 没有134而已 哈哈哈哈 没有我在自肥 可是那你昨天投 你刚才说 昨天在大巨蛋投 觉得距离很远 超远的 可能是右打关系吧 上上上看的很远欸 怎么一直开开一直开开的 奇怪不对 那昨天有超过134吗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讲 不好意思 我在体验 东京巨蛋感觉怎么样 跟大巨蛋比 东京巨蛋我觉得很舒服 因为我今年也没有在大巨蛋投过 你有去吧 我有去 有去体验 但是没有投过比赛 但我觉得 里面的环境 我觉得可能是新的吧 就整个感觉起来都很好 然后就东京巨蛋是 投起来很舒服 怎么投都不会累 真的吗 对真的怎么投都不会累 是气压的关系吗 可能很凉吗 因为完全那场比赛 几乎都没有流汗 那时候 那时候的东京也蛮冷的 我超冷 里面超冷的 我在学书都穿帽T外套 都夹着 然后是抹那个热身高啊 因为太冷了 因为一直热不够 涂很多 然后涂我涂超多 涂这边还有涂肩膀 那真的有用吗 心理作用 心理作用 没有涂不会投啊 对没有涂不会投 那今年跟去年 没有感觉不一样吗 换教练 去年是真种吧 今年换成那个阿公 其实感觉起来 整个模式都差不多 就是运作模式都没有差太多 总加上不一样而已 球队有什么不一样的 比如说有跟你说 说你要怎么使用你 怎么使用你 这个是有讲啦 但不好说 不好意思 不好说 那志玄呢 你们两个是不是 之前一直在二军待比较久 很久 都待在二军 我都待很久了 你也是那个 是孙岑翔教练 叫你换侧头 没有一开始好像听说是 听说 听说好像是 那时候一军的教练嘛 二年的时候 把我上来丢一场 然后丢过后 他说我手越越低 然后看我又不要改 他觉得你手太低了 比如说你要不要干脆就 就改侧头了 你本来就可以丢侧头 没有那时候排斥 我说丢丢手肘跟腰很痛 我说不要丢了不要丢了 你们说侧头是怎样才要丢 侧头是要被淘汰 走投无辱了 走投无辱了 你那时候真的是这样想吗 我这种反正要被施足了 那我改下了 所以后来就是觉得 反正走投无辱了 那又改下了 诶 不错捏 几天几天 几天就可以用了 我在二军台丢的两三场 就莫名其妙就被降上去了 等一下 你上头跟侧头哪个球速比较快 没有 一样 一样快 真的 真的 难怪又改了 不是一般侧头会 比较慢一点 而且你还不是这样侧 你是这样侧 诶 一样快 天生 天生 个预言 那时候是 本来说可能会被释出 释出那个是 是传闻吗 没有 是已经跟我讲了 已经跟你讲了 那时候已经 我们那时候已经在办公室里面 讲完 谈完就是说 明年就没有要跟我续约了 他有什么跟你讲 我想知道 职棒球员被释出的语气 那时候他们的语气会是 我们那时候就是在中训营 刚好在桃园 然后他就说 明天就是领队要找我讲话 然后隔天进去办公室里面 他一开始就说就是什么 就觉得我表现就是没有那么好 结果就是说 可能我们明年就没有要继续约你 然后就是说 等一下就可以 就结束就可以走了 然后当下就是 因为那时候跟赤远 赤远 当年也是被释出 因为他先讲 讲完之后 他在外面等我 然后我就出来了 我就叫他等我一下 我收东西 就一起走了 然后结果我收完过去 然后到那个跟赤远 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领队就过来跟我说 刚才讲的都不算 就是说当作没有这回事 我想说真的假的 当下吗 当下就是大概过5分钟 他冲出来跑过来跟你讲 对 大概过5分钟而已 改编西域 像在做云霄飞车 真的是 所以东西又收回去这样 对 就继续练球 刚才是什么二桌剧大挑战 没有 其实我那年 我就自己知道 大概就是到今年结束 就差不多 不够被释出 所以我其实都已经想好 预设好 就是可能后面要怎么 继续走下一步之类的 但结果又被拉回来说 就好像还有一个机会 可以继续拼这样 那你觉得你的改变是什么 因为赤远改变很好理解 就是车头 就是变车头 其实我觉得 球速突然变快吗 还是转速突然变 远去就转速了 其实我那时候也不知道 我去球是 因为那时候都没有撤过 就不知道其实还不错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 是我觉得转变最大是 就是穿上教育台过来之后 我之前头都会 就是会想很多 就是可能这场比完赛 可能下一场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上场 然后但是穿上教育台跟我说 他是说我就是平常 练习就是蛮认真 他就说你今天丢不好 没关系 我下个礼拜一样会变你先吧 就是我就觉得好像 有一种不用 所以你的改变就是心理因素 对我觉得心理因素差蛮多 心理的侧头 心理的侧头 对 心理的侧头 那你们两个 这样子就是棒球这样子 然后突然又变成果手 心理有很高兴吗还是 蛮有感触的 就从什么都没有 然后到现在有这个成就 你们被通知当国手的时候 也是一样领队 叫你去办公室 哦没有这是另外的 他是那个就是名单出来 其实是我们先看名单 他也没有提前跟我们讲 就是直接看到名单 你们看名单才知道 哦 要打打中华队 有我这样 真的吗 这棒球卷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 他不会先跟你讲 他也没有问你要不要打 没有就是真的是等公布 等公布 那志炫清点呢 清点应该有先通知 没有他自己也知道 早就知道自己要打12强 没有我不知道 没有他寄出就准备好了 寄出 太早了吧 没有后面是那个 众人有打电话我问一下 有没有意愿要打 然后想说打 好啦好啦帮你打一下 但我想说 从小到大都没有穿过CT 穿起来 穿雅冠那个不算 你们两个都是第五人 你们那时候有 在学校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要打职棒 有这个目标吗 有 没有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想说 选看看 就是试试看自己有没有 就是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人会选 对 因为那时候其实大学也已经讲好差不多了 然后那个时候是想说 选到如果觉得还不错可以去 但结果我不用预想的还要前面 因为我那时候高中其实成绩没有到那么好 他们真的可能就是看身材条件吧 那志炫呢 我已经找到后路了那时候 我国体台体那时候还有业宇队 新复发还有新北河连 你先找了 先找了 我先找了后路 如果假如我没选到的话 我就去想要去河连 然后就那时候学校那天 看看第五轮有我 然后就我隔天还是去新北报到 然后新北家就说 你不是入选了吗 你干嘛来 我陪我同学来 那时候我已经找我饭店了 有时候我去想说 没选到 都定了注意一下 都定了 然后想说隔天要去那个 新北测试一下 诶不用 不用去了 不用测试 诶你们两个有一起比赛过吗 你说我先放他中计王 你自己讲 这可以讲 你自己讲 你在理论上我们看过吧 对啊 我帮科技擦屁股的都好像都是 就差不多 七八成没有手下来过 七八成啊 真的吗 真的吗 真的 你不是中计王吗 可是有其他 其他就丢了 其他都合作而已 真的 对 我就不说了 其他你都丢超好的 丢超好 就满蕾 都可以每十分这样 对 唯独他不行 为什么 就一个魔力 今年很多次吗 从2022年就开始了 从去年到现在 2022年 我记得有一场消化事 上海我也是丢 我丢3.2几来3.1几 也换他 他就把我先全部送回来 结果猪哥跟我说 哇雷包算好 雷包精算师 把自己的分数少到三雷 然后把科医的全部送回来 自己认识他的 全部口鬼 所以不要不要看他法医 因为都是我提示 刚才看法医都不准 你平常有什么兴趣吗 不打球的时候 吃鸡算吗 玩游戏啊 我都是玩游戏 玩游戏玩玩就睡觉 差不多 每天都是这样过 就练球游戏睡觉 对练球游戏睡觉 你们是哪里的 我是台湾 新竹 新竹风很大吗 我人家练球风很大 所以眼睛跟嘴巴都会刺杀 所以一定要杀出来 有新竹的球队 会对高飞球 比较会接吗 应该是蛮会接 可是我没有 他们在看我接球 希望你还要是当投手 还好你是投手 高飞球很难接吗 我觉得内野的比较难接 内野比较难接 因为他会选 内野在正上方 就是很难掌握 绝对都不好接 我在抖六野是 投手接位 我也非常野兽在打击 投手接外野兽 就是帮帮剪球的时候 下半戒手吧 我要接我看到 我要这样接我看到的时候 哇球已经打到我的脚了 我脚很痛 很痛 这边有点OK了 很痛 所以我又被爱捷高飞球 可以台南 来台北也不习惯 就是高速公路的什么都会开错 交流道很多什么的 那你对北部影响是交流道很多吗 对交流道很多 因为我们南部 几乎都是右边下交流道 结果北部还有左边下交流 突然要下去交流道 对对对 是你大大还是 对对对 啊怎么是左边 几乎每次来台北都会开错路 北部还有就吃的吧 不够甜的 对不够甜 那酱油膏 真的不够甜 酱油膏是咸的 酱油膏是咸的 就整个完全不行 我觉得吃起来感觉差很多 就是咸的就淘汰 因为你们人接下来 应该都有机会继续进国际赛 有没有想特别想对决谁 蛮想对大股香品 因为今年去宫崎 就被打爆 被那个三串最高打一只 超越远的全力大 我想说看大股香品 可以再打到哪去 那你有想对决谁吗 这次十二强 我们也会对汉国日本 轻工吧 你有在他们做功课吗 有 因为轻收 轻收在旁边 然后我们就会去看一下 你已经脑袋一向好 怎么解决他的 对 所以现在还不能脱楼 世界大股香是你有逢日 一堆人上去 对 侧轮战 你为什么看这样子的任务 就 反正一定是一局 就把它丢完就好了 不一定啊 有可能很多局啊 我的话一定是一局 第二局会收起来 第二局很累 第二局很累 下来就这样 第二局很累 腰就扶着了 很累 真的很累 那今年拿中继王 是第一次拿奖 二军算吗 二军不算 二军也是中继王 去年入围是最佳进步 今年是中继 蛮不可思议的 因为想说去年丢一丢 然后今年又丢 丢完一整季 可以明年有什么目标吗 希望不要再像今年刚开始这样 就是可以一整支都帮助球队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最想要的奖项吗 我其实蛮想要三振王 因为其实我三振数很少 保充比较多 就 保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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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充想办什么奖 保充王有吗 对 你不是想拿什么渗透王 你比较想拿三振王 其实我觉得如果可以拿三振王的话 其他奖项应该 应该 就是有机会了 因为渗透比较吃运气比较多 那这些人最想拿中继王之外 好像没有 你要转型救援王吗 不要 没有看过130在那边转救援王 丢中130 你现在觉得中小时帮你最难对付的 你自己最难对付的是谁 邱志诚吧 因为他小只他又站这样子 因为他前脚又站很前面 我今天就丢他两次了 他真的那个太小了 因为我是在这边 一般左打就这样子 然后就他是这样子 是里面的 然后又很小只 不知道怎么丢 那可以了 郭天馨 他对我大概八成吧 打几率大概八成 这么高吗 上去每次看一次打一次 是同学的关系吗 其实我那时候雅关塞有问说 为什么你打我打那么好 他就说因为其实我的节奏跟他一模一样 就是我抬角的节奏 他就是说他就算没抓到球 他也可以打人打这样 所以我今天有改一下那个节奏 但结果都没遇到他 所以没办法测试 好 你干什么名字 他把我交往这边 这次来东京的玩意 这次来东京 专心的比赛 没想到拿到一个冠军 超级大的奖杯 然后现在还在日本 还在 西尼玩 那你的奖金要怎么用 对 我的奖金哦 应该先买一个房子吧 比起来房子就会越贵 先买起来房子 一个的哦 对一个 一个房子 对一个房子 一间啦 一洞也可以 那你觉得这次比赛 投了怎么样 这是 让我认真讲起来 好像没有什么贡献的那一个 但至少大家有一些努力 尽力就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啦 我们今天谢谢 谢谢志愿 谢谢柯一 对 野球官 预备 下次见 谢谢 谢谢 我都已经退休了 为什么还没有破10万 Why 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 并且开启你的小铃铛哦 o 好 谢谢大家